以巴修战迟迟不见曙光 和谈也持续地陷入僵局 一名以色列国安研究机构的分析员就呼吁 在达成关键决议之前 各方必须积极拓展更广泛的共识 才能够看到实质的成果 包括永久停火协议 这名分析员担忧 一旦以巴修战协议难以延续 剩余的以色列人质恐怕性命不保 处境岌岌可危 因此他促醒各方 尽快回到谈判桌 为停火寻找可行并持久的方案 避免更多无辜平民受到牵连 优优独抗 撤道 杀优独抗